其實我們這齣戲的對手戲 我們大家的關係都還蠻複雜的 我在戲裡面是飾演初用秀的這個角色 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腦外科醫生 大家好 我是慶怡 我在戲裡面是飾演何雲彩 是一個很堅強然後很勇敢的女孩子 我飾演的是一個一直苦練 小月演的那個角色的一個女生 是一個千金小姐 那我覺得她是一個很為愛執著到瘋狂的女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丁春晨 我在《白色之內》裡面飾演的是楚永拓 我是雄永秀的弟弟 你剛剛是第一次看到電話嗎 沒有 其實我們之前都有偷瞄一些 導演會偷了一些給我們一些片段 然後這次看到的片段是新的 還有好多沒看 有十八集對不對 是 對啊 好多可以看 這裡面其實何雲彩是從小五歲五六歲的時候 開始有聽力障礙 然後所以那個累積下來是十幾年的收譽 所以應該是要很熟練 所以我是到要拍攝的前一個月才開始學收譽 所以每一天的功課都要做得很充足 這個戲從北海道拍到高雄 現在回到台北有沒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沒有 因為在高雄 家在高雄嗎 還是家在北海道 家在台北 在這部戲裡面 因為我要脫衣服勾引她 我要脫衣服勾引她 然後要有那種脫衣服要脫得漂亮 然後手指頭要有那種讓男生覺得 好想把你吃掉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當時 我覺得我這一部戲NG最多次的就是 跟小月的那個床戲 脫衣服那一段 然後導演就跟我說 我脫得很猴急 就是很像小男生在換衣服的感覺 然後 所以我就自己回家練習照著鏡子 然後在想說 要怎麼樣自己脫的時候才會 所以連自己都覺得哇這個女生好美這樣子 你跟欣盈兩個就要啾咪啾咪了 用什麼樣的方式培養那個情緒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到達那個現場 它是非常非常浪漫的 可是劇組因為有時候要比較趕燈光 啊燈光趕快射好啊 時間來不及了這樣子 所以我有跟導演要求就是說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 就是浪漫一點的一個氣氛 然後工作人員馬上就製造了一個 就是他們就5 4 3 2 Action 開始這樣子拍這樣子 他們原本都是在那邊 啊開始啦 吃便當啊什麼什麼的 所以在那個之後 我覺得我們兩個就很快就抓到那個 那個氛圍 純愛嘛 大家都有經驗過 對不對 只是要把那個東西召喚回來 我們這部戲 重點是要講的是一些很基本的 家庭親情 然後愛情友情這些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我覺得是在文化之上 所以我覺得我相信大家在看到我們的戲劇之後 不會因為所發生一些事情 而感到有一些其他的意見還是什麼 剛接到這部戲的時候 我就說我有要求 因為是要演醫生 我就說好 我們在如果要拍有醫生的那個戲的話 現場一定要有醫生 那鎖魚老師現場也是一定有 日文老師也都是 嗯所以 當然有些台詞比較長 然後導演臨時有靈感需要改的時候 那些日文就會來得很突然 那當然我就還是硬背把它背起來 在北海道拍攝拍到最後 我跟小彩的那個對話越來越少了 因為我們在現場就可以就是 用眼神就可以溝通說 你想喝茶是不是 好我幫你倒 還是有點冷是不是 我拿個暖包給你這樣 因為其實我在日本戲份比較少 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體驗一下北海道的生活為主 然後因為那時候是冬天 所以我就當然北海道最有名的就是雪嘛 那就是滑雪啊還有溫泉還有美食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到處去逛 然後大家也會私底下也會 就是交換一下哪裡的好去處啊 包括高雄也是 我們在高雄住了蠻久 所以其實大家都在高雄 發現了一些不錯的好地方 欸我這個要解釋一下 我沒有說要穿泳裝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人說要穿泳裝 我只是順著講話而已 我一開始就是說我們一起去爬玉山 我覺得還不錯這樣 對好像是欣穎不是我 是小丁說的 一個下半身一個下半身 你們還記得這件事 對 好了我忘了 忘了 其實我覺得這部戲 非常有趣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裡面的女主角 它是有一些 好像先天的一些表達的障礙嘛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每個角色在裡面 都有一些都有一個缺陷 我這個角色它 它雖然家世背景很好 然後看起來什麼都有 然後有很好的教育怎麼樣 可是它其實是有很大的 表達情感的障礙 然後那這個東西我在詮釋的時候 覺得相當的困難 有些東西就是 你真的講不出來 然後你真的一個人在不知道怎麼 去自由的去釋放自己的愛情的時候 那個其實會讓 把一個人灌在一個非常狹小的地方 所以還蠻累的 其實一開始就是大家都擔心了 就是我跟小月 就是因為 好像我們兩個看起來不太像兄弟 但是事實上 因為這劇情上面要解釋一下 我們是同父異母 然後到時候結局還有一些很特別的變化 就是大家可以到時候再看一下 那 抱歉 那但是 崔永拓這個角色 其實我覺得 他跟哥哥的 跟永秀這個角色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人 還有個性 他的面對事情的態度 然後面對愛情的態度 全部都不一樣 那我覺得 剛好可以演到崔永拓這個角色 其實我蠻開心的 謝謝 謝謝